我听说你们也是国内国外的好多的大赛 派一个代表 说说你们最重要的两个赛事 以及成绩 其实最重要的赛事是2015年和2016年的两个赛事 2015年是我们第一次组队去参加世界锦标赛 然后他是在马来西亚去办的 里面拿到成绩最好的是徐景山和苏文斯 他是参加的是110公斤级的 然后苏文斯参加的是110公斤级以上的 两位都同时打败了他们国家的两个冠军 是埃及的冠军 当时我记得那个画面特别的感动 尤其苏文斯这边 因为我们当时中国国旗嘛衣服上游 他赢了埃及之后就特别兴奋 一喊然后呢 羡慕自己的国旗味感动 然后旗下的所有的运动员都特别感动 因为大家第一次见中国 1977年到现在这么多年 中国第一次参加比赛 就在你们出国为国征战之前 其实国际万力大赛的赛场上 都很难见到中国选手的身影 对对对 更别说获得这个佳绩了 对不对 对没错 不要了不起 早上送给他们为国征光啊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是2016年吧 2016年有个挺好玩的事 就是阿诺德史瓦兴德 他有一个自己的赛事 叫做阿诺德传统赛 香港的另外一家公司 就负责这个 给我打电话 他说是要让你承办 那个阿诺德传统赛 给我发来很多的邮件 认证了一些承办 把他说聊是 你们超级万力联盟就据我们调查 是最有能力来承办 亚洲这次万力赛的 哎呦 已经是名声在外了 因为第四是在香港 其实还有很多的关税 我们就是整个布置这个场地 有很多的这个装修的装备啊 我发顺风就直接到了 但是办完比赛的时候 我们也不懂出关 原来要收那么那么多的钱 然后直接交给别方朋友 然后我们就走了 回去之后收了我们好几万的这个运费 那是赔了还是亏了 还是赚了 我觉得是赚了 赚了是我们队传统赛的那个情怀 还有那个经验 对经验 然后就很多国家的 包括日本的哈萨斯克斯坦的 一共有20多个国家来参加比赛 你们有没有你们的对魂 口号有没有 斗王 赶救挑战 杀气腾腾啊 那今天来我们这个节目 张旭其实是有着自己的梦想的 对不对 接下来啊 很快会进入到我们的挑战环节 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个挑战的 关口也是煞费苦心 在正式挑战之前 有什么话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是超级万力联盟 我们中国最强团队 等大家来挑战 接下来即将登场 跟我们万力联盟张旭 现场一对一比拼的是 中国著名的散打运动员 中美警察搏击对抗赛冠军 国际大力士赛 抱元宝记录保持者 张建军 掌声有请 女士们 先生们 屏住呼吸 进入我们今天的梦想 时刻 前任的大力士冠军 和现任的万力王之间的 火星撞地球的比拼马上 就要开始了 三十秒钟之内 你们要快速地 全力以赴地去拉这个负重 拉到极限的时候将灯拍亮 我们比的是看谁 有效地拍亮这个灯的次数多 交手只有三十秒 好不好 电光石火一般 两位准备好了没有 旭哥准备好了吗 监军呢 好了 没问题 听我的口令 三 二 一 计时 开始 天哪 这完全是力量和力量之间的对决 这个没有任何办法 拼的就是本力 不相上下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张建军这边是四十个 这边是四十一个 以微弱的优势领先